どうもこんにちは 我是日本語老师 你的日本语老师 这一单元要向你介绍的是 同样都表达状态 ママ与パナシ的差别与用法 当然我们的学习目标 就是要清楚分辨 它们之间的差别 来看到第一个单字 さします 插入 喋ります 聊天 おならが出ます 放屁 充電器 充电器 コンセント 插座 おせっかいおばさん 爱管闲事的阿姨 以上就是今天会运用到的单字 首先我要一语道破 ママ与パナシ的重点 像是 ママ的部分 它前面的接续是 动词他行 注意哦 是动词他行 一形容词的 现在肯定是 ナシの字加ナ 名词加ノ 参加ママ 它表示状态 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背后的语感是 动作结束之后 还会留下结果 这一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白话文 例如说 开窗户叫做 窗户を開けます 我现在开窗户 一个钟头之后 假设都没有人 动过这个窗户 我回来 还会看到窗户开着 这表示动作结束后 会留下结果 了解吧 那么第二个 是パナシ 它的接续是 动词去掉 マス加 但是特别注意一点 变成这种形态的时候 词性就会转变为名词 它变得不是动词了哦 那要注意 它也是表示状态 但是是用于负面的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 好 动作结束后 不会留下结果 什么意思呢 例如 喋ります 聊天这个字 我现在跟朋友聊天 朋友回家之后 请问这个动作 我在这个地点 还看得到 我跟朋友聊天吗 你见鬼啦 除非你有时光机 回到过去 你才能够看到 当时候的状况 所以呢 这种动词的形态 一定是用于 稍纵即逝的动作 不会留下任何的残存结果 那要注意的是 它也可以表示 重复性的动作哦 什么意思啊 例如我们公司 有一个三姑六婆 爱管闲事的阿姨 整天都在说人家的坏话 她今天讲 明天讲 后天又在讲 如果你要表达 哦 她又来了 干 这种感觉 你就可以用 panish这个文法 好 直接看例句 你看 像是第一个 妈妈表示状态 动作结束后 会留下结果 充电器を コンセントに さしたまま 我把充电器插在插头上面 这个你翻译成在 我就出门了 好 那你看哦 你把充电器插到插座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假设都没人动它 你回到家中 这个充电器 还是在插座上面 所以动作结束后 会留下结果 翻译成中文 白话文 就像是这样子 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这个动作 了解吗 那么 sashita 是怎么做变化的 一类动词 sashimasu 是二类动词 是二类动词 再来第二个 表示状态是用于负面 动作结束之后 不会留下结果 也可以表示 重复动作 在这个句型当中 我想要表达的是 重复动作 好 记得 变成panashi的时候 整个词性会变成名词 来看到这一句 充电器を コンセントに さしっぱなしで 出かけた 这一句也OK 两句话都正确 只是第二句呢 带有什么 负面的意思哦 中文的翻译都一样 把充电器 插在 插座上面 就出门了 那这一句是 责怪你 你怎么又来了 你昨天这样子 今天又这样子 每天都这样子 你搞什么鬼啊 所以说panashi 可以用于重复动作 虽然说 把充电器插在 插座上面 是会留下结果的 但是 如果你要表达 重复动作的时候 panashi 也是可以做 使用的 要记住哦 这个是一个大重点 妈妈 绝对100% 会留下结果 可是panashi 有可能 不会留下结果 有可能会留下结果 当成是留下结果的状态 就是表达重复的动作 好 再多看例子 像是这一句 あのおせっかいおばさんは 3時間喋ったままだ 这一句是错的 为什么 来看到妈妈 妈妈表示状态的时候 100% 动作结束之后 会留下结果 可是我要跟你说的是 喋ります 聊天这个字 它会留下结果吗 除非你有时光机嘛 我现在跟朋友聊天 朋友离开了 你在这个位置上还听得到声音吗 你幻听是吗 所以这个不是留下结果的状态 不能够用他行家妈妈 来看一下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凡人的欧巴桑 那个爱管闲事的欧巴桑 持续了聊了三个钟头之久 OK 为什么不能用 刚刚强调过了 因为聊天这个字是 稍纵即逝的 说话不到的 好 第二个 猝音家パナシ 表示状态 用于负面 动作结束后 不会留下结果 哦 所以喋ります 刚刚说过 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动词 聊完之后就结束了 动作不会留下来 あのおせっかいおばさんは 3時間喋りっぱなしだ 那个三姑六婆 那个爱管闲事的おばさん 持续着三个小时 一直讲一直讲 讲个不停 所以为什么会有负面 就是这种感觉 了解吗 好 现在呢 请你做随堂练习了 这一次不是造句 这一次请你做选择题 第一题是 おならが え 出たまま び 出放しで困る 二 電気を え つけたまま び つけっぱなしで ねちゃった 现在你可以按暂停 去选择 OK 我要公布正解咯 请看 哦 我很贼哦 有没有看到第二题 第二题是两个都可以 有没有 好 第一题来看哦 おならが び でっぱなしで困る 一直放屁 我觉得 非常困扰 这个放屁的是表示状态的意思 好 为什么呢 一定要选B 告诉你 你放那个屁 不出来之后 请问 他会一直长存吗 会一直流下来吗 会啦 会堪息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啦 你过一个钟头 过两个钟头之后 你如果还有屁位的话 那就不是屁位了 那个可能就是食物腐坏了 了解吗 这个放屁的动作是稍重即逝的 动作不会留存的 你只能用什么 用去掉masu加parnashi的用法 那因为 でっぱなし就变成了名词 名词的接续 贴型就直接加で 所以变成 でっぱなしで 那么A为什么不能选 当你的妈妈出现的时候 百分之百这个动作会留下结果 你放屁过两个钟头 你的味道还会在吗 不会嘛 所以你干嘛选A 不行选A哦 那第二个 でんきをえつけたまま ねちゃった 如果你选A的话 OK 为什么 我是开着灯的状态就睡着 你去开电灯 如果没有人去动它 那个灯还是亮着的 那B也是可以选的哦 でんきをつけっぱなしでねちゃった 开着电灯就睡着了 好 为什么可以选呢 还记得我刚刚说过 パナシ还有一个意思叫做重复性的动作 你又来了 你电灯一直开着 今天开着就睡着 明天开着又睡着 后天也是天天都是你搞什么鬼 所以这叫做什么 责怪他人负面的语气 你就可以用パナシ 表示重复性的动作 那我来比较一下 A和B背后的语感是不同的 当你说 でんきをつけたまま ねちゃった 它没有好与坏 它就是单纯叙述一个事实 说我开着灯的状态就睡着了 可是你用でんきをつけっぱなしでねちゃった 你在干嘛 批评他人啊 用于负面的 这样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别了吧 最后帮你统整一下本单元的重点 复习一下 妈妈表示状态的时候 表示动作结束后会留下结果 可是パナシ表示状态的时候 是用于负面 动作结束后不会留下结果 那如果会留下结果的状态 可以表示重复性的动作 也是用于负面哦 以上就是本单元的重点了 请你把它记下来 大家下次继续努力 拜拜